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给你们看一下我艳丽的花 这个花开不了长时间很快会凋谢 所以我要留下它的美丽 并与你们一起欣赏 那边那个花已经太凋谢了 也是在开但是 就没有像刚才这个那么艳丽了 我看到这个万圣节 我看到香港街头 他们穿着各种万圣节的衣服 就像一个万圣节的大party 在香港的街道上 可是这种party是令人心酸的 因为他们会被暴打 他们并没有享受 像我们真正那种party很放松 很享受啊 一起庆祝 一起吃吃喝喝 他们还得随时买打 那个女孩对那个警察很愤怒 说来你喷我美丽的屁股吧 然后那个警察直接喷她喷她 按到她就给她逮捕了 这个女孩现在被逮捕了 所以那个 当然她这个话有点挑衅一点 所以警察本来就很愤怒 其实我看到帖子 就是推特的新闻说的 那不是警察 那是内地的那武警 武警穿警察的衣服 所以他们那些警察的服装都没有编号 你告他都没法告他 投诉都没法投诉 他包着头包着眼睛 你也看不见谁是谁 所以这挺可怕的哈 但是现在的游行成了香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个谈恋爱的也去游行一起谈 这个没时间谈恋爱 这个度假的哪儿也不去了 有人也不敢去香港 香港人也不去哪儿了 就一直在这么闹 这么闹 然后就这么游行 警察就是 这些所谓的警察也是在 紧张的对峙 但是 现在其他这些国家游行问题都解决了 政府都出来和他对话 唯有香港没有 唯有香港没有 但是听说林昼月娥明年二三月份 这个四中全会完了 他就下来了 他的傀儡工作基本上已经也没什么作用 他也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这个游行也疲了 大家都已经不像以前似的 就是什么都不干兵的游行 当然有很多人还天天关注 就是特别美国白宫那边还是每天关注 这个班农成了 直接就这个反贪 反贪 作战史 直接就 反共专业户了 这个 不因为是爆料 核弹爆料专业户 专业就爆这个 他就是反共专业户 反CCP专业户 搬到我 我看他这儿吧 今天开个频道那是 然后有一个媒体 专门就采访所有的反共分子 就是那个 我说是白宫的 还有国会山什么这些人 我最近看他们频道 比较多 我看他们频道 哎呦他们谈的他们现在好像是 一下子就是 练整个中国政府什么习惯 怎么操作钱 怎么想的 怎么那个 哎呦 他们太聪明了 研究得透透的 嗯 说的就像中国人说 这个 CCP似的 啊 所以我就放心了 嗯 有人干大事了 嗯 我们的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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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战车系好安全带 嗯 等着飙车吧 哎 香港的 这个是不是那个那个 新加坡的那个 朋友给我留言 说新加坡很好啊 嗯 新加坡看上去 表面看上去是挺好的 就像我们新西兰 你表面看上去是挺好的 但是它那种体制也是属于专制体制 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它跟完全独裁 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毕竟人少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吧 就是我听说啊 因为我没去过新加坡 就是它吃 吃口香糖如果脱在地下的话 有的人说它根本就不卖口香糖 嗯 它 它那个脱在地下的话 它会拿鞭子抽它 就是 我觉得这种惩罚是有点 虽然让人家抽的不敢了嘛 为这个就不敢犯罪了 但是有点没有人性那种 就是有点侵犯人权那种 所以它跟那种 独裁国家有些手法又一样 所以这点我不是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民主人士 我觉得 这个这个人权 民主人权是 是最重要的 就把你把人当人看 所以你看西方人他也犯罪 他就有监狱 他也是那样子这样弄 但是他不用去打你 他不会行行逼供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 比如说像厉害国的来这 他干了坏事 只要你不逼供他 他不说的 所以说这一招 厉害国那一招 对厉害国的人很好使 厉害国的人上民主国家 这一招不好使 打死都不承认 所以说 不过 不过 就是说 你只要不承认 他也没法定你罪 你看我们那个 就是枪奸和基督城那个 他明明都看着他 开着枪 忘忘了杀那么多人 他都不承认他有罪 我没罪 我没罪 他一直不承认他有罪 所以呢 我觉得 他们呢 就是这个李光耀他 他支持警察就是 报答那些游行的 所以我觉得 他也是一个独裁的基因 所以我不喜欢他 那个 我因应了他 我也不喜欢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 其实他也是一个麻烦 但是我这里有很多 新加坡的移民 还有很多新加坡移民 我认识新加坡航公司一个人 他呢 因为他单身没结婚 他有那么多钱 他没必要花了 所以他提前就退休了 因为他坐飞机 是是是是 我不知道是免费还是搬家 我不知道 反正是比我们便宜很多 他可以自由的飞行 他就在新西兰待了 然后他就没事就回新加坡 带一带回来 他都不想回新加坡 所以呢 我认识的这 这十几个人 都是从新加坡来的 如果新加坡比新西兰好的话 他为什么没有来新西兰 所以那个 但是没有的 因为你看现在那个光头警长 那个光头警长 他现在在中国成了红人了 但是他在西方国家就成了黑人了 因为他想移民 他被我们新西兰拒了吗 他在五眼连迷去不了了 我估计五眼连迷 像法国和德国应该也不会要他吧 也不会要他 因为他们 表面上也是一种圣母表 虽然德国也是 我觉得他不是那个 你看 香港游行他不管 他趁着 那个时候都远离了CGP 他赶紧跑去跟 签一道的订单 赶紧去采访那个 那个叫什么 黄志峰 其实他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所以是圣母表 所以这种人 国家也有这样的人 其实人有人也有这样的人 你对他好 他拿你的好处 他也觉得好 他背后再说句话 那就这样 那是特缺德 有的国家也缺德 有的人也缺德 看到我的花 你们喜欢吗 看这个花 你们心情好吗 这里风很大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观看